欢迎收看普通话新闻 我是孙乔飞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政府指接种新冠疫苗计划 本月底完成筹备 预料下月可以为 市民接种 取述昌史 政府正考虑 为密切接触者的 密切接触者做测试 同时研究 借调入境处海关等人手 协助采样 各位 负责统筹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计划的政治及 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全指 预料下月起 安排市民有序接种 聂德全在社交网站表示 政府部门目标是本月底完成相关筹备 只要获授权使用的疫苗一到港 就会启动安排 初步推算可以在下月开始为市民接种 届时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公立医院 安老院设 私家医院和诊所也会是接种地点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 疫苗预约系统预计 本月起会准备就绪 届时将设有打针提示 政府同时考虑将电子针卡 供市民做外游致用 政府早前推出致方便手机应用程式 涵盖两电一枚及二十多种政府服务 同时也备有电子针卡功能 方便市民未来可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志 政府也考虑将电子针卡用作外游致用 目前正与其他国家及地区沟通 如何做到针卡互通 虚永恒幼稚 现实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已录得四十多万人次下载 超过六万个处所张贴程式二维码 至于是否会强制市民下载 他表示不排除 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因为正如刚才说 我们理解大家对自己个人私隐的关注 但更加重要的 香港和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我们都面对疫情的冲击 大家放下一些关注 只得一个短期的关注 从而可以协助我们香港 尽快去回复正常 政府也正与科研团队研究 在小巴等安装狼牙发射器 自动发出讯号 让装有城市的市民 自动记录出入资料 无线电视记者陈云影报道 政府专家顾问许淑昌之 政府参考了内地做法 正考虑为密切接触者的 密切接触者做检测 同事研究借调入境处海关等人手 协助采样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上月底率领官员与专家 到深圳跟国家卫健委会面 有份出席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表示 与内地专家交流之后 认为内地防疫十分严谨 即使社区出现一至两宗确诊个案 都会视为暂时状态 他指政府近期要求一栋大厦内 如果有两个单位居民确诊 全栋大厦都必须做强制检测 也是参考内地模式 正考虑为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病毒检测 许树昌强调现实政府目标是清零 相信社交距离措施会再维持一段时间 联合医院出现大规模院内传播 医管局透露正探讨为公立医院 全体医护进行定期检测 当中照顾长者的医护将优先 最快未来一两个星期内落实 比如今次怀安科病房 抵抗力比较差 影响都会比较大 同时可能做检测 会是第一步最快做的 因为始终公立医院的服务量很大 运作也复杂 我想都有些时间去研究 至于亚伯馆旁的临时医院 医管局指新建进度理想 预计本月较后时间完工 估计下个月内可以启用 五星电视记者徐涵报道 未来我们会报道 当局最新公布多35人确诊新冠肺炎 天北城市根据机制 预料三月港铁永机会检票面价 是两铁合并后首次 欢迎回来 政府举行记者会交代本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最新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现场 刚才交代了本港新增35宗确诊新冠肺炎 34宗属于本地感染 其中10宗源头未明 另外新增4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 水边围村泉水楼等三座大厦需要强制检测 再多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死亡 是人际医院一名88岁男病人 本身有长期病患 疫情至今累计150人死亡 记者会的情况先看到这里 当局正核查两座强制检测限期届满的大厦 居民和访客有否遵从 有人过了期在今天才检测 黄大仙名利楼以及丰泽楼 居民和访客分别最迟 要在刚过去的周二及周四 完成强制检测 民政事务总署也表明 正核实两座大厦的人 有没有遵守相关规定 有上周在名利楼 逗留超过两个小时的访客 说因为之前要上班 今天先去附近的流动检测站采样 留了多久 留了两三个小时 也有曾经撤离检疫 现在已经返家的居民为求安心 再做一次检测 另外政府早前收紧大厦 强制检测门槛 一次过纳入超过40座大厦 检测限期两天后届满 当中包括福昌村赋运楼 有当区区议员说 接获防务署通知 原本在周四设立采样站 但是因为承办商人手不足 临时爽约 最终附近的流动采样站 要明天才启用 有长者说 不懂得要到哪里检测 也有居民批评当局安排混乱 认为应该延迟限期 另外和资格外拥 可以到入境出大楼的 临时派发和收集点 领取或者交回样本收集包 临时站今天起 朝十一晚六运作 早上没有见到 有排队等候的人龙 食物级卫生局局长 陈兆史在网制指 第四波疫情的回落速度 远比第三波缓慢 过去两星期的源头不明个案 占确诊总数大约三成半 陈兆史指 政府有决心达至清零目标 政府目前扩大虚减避减范围 超过40座大厦 纳入强制检测 阴检浸检方面 当局位较高风险人士 推出特定群组检测计划 又强烈呼吁 所有对身体状况有怀疑 或者有感染风险的市民 尽快进行检测 以做到院检浸检 它指自去年11月中以来 三项检测策略下 已经完成超过156万个检测 当中超过3000个样本呈阳性 前九铁主席田北陈志 根据可加可检机制 预料三月港铁有机会检票面价 是两铁合并后首次出现 港铁它去年就有条数席带到落今年 但是它今年似乎第四季 我所拔到回来的那些数据 无论那些运输业的工资中委数 和通宿都是挺麻烦 对搭车人来说是好事 似乎它会触动到它要过了减1.5 如果它计算出来是多过减1.5 它就要硬挖减价 减价是减票面价 因为如果你知道可加减机制 由开始到现在的票面价只有凍结 从来没有试过减 多数年年加 但是票面价减 今年是绝对有这样的可能 钢铁案可加可减机制 根据综合消费物价 以及运输业民意工资指数等变动 可以调整车资 如果减幅多于1.5% 就需要减价 警方在香港载 截获15辆私家车 怀疑非法赛车拘捕17人 其中一辆车怀疑企图撞向警员 警员拔枪戒备 警方凌晨一点多接报 有大批私家车 沿香港载隧道往香港载方向高速行驶 怀疑非法赛车 警员到场后 截停14部私家车 另一辆车没有按指示停下 高速开走 并怀疑企图撞向警员 警员拔枪戒备 该车最终在司机坡道被截停 涉事的15名司机 连同两名乘客 由19至44岁 涉嫌非法赛车被捕 其中两人涉嫌危险驾驶 全部车怀疑曾经被非法改装 拖走做进一步检验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